像这个样子 如果妄想分别指着去掉了 你能够放下了 你跟释迦牟尼佛 你跟阿弥陀如来 你跟皮诺詹纳如来 没有两样啊 智慧 德能 才艺 向好 完全是平等的 我这样告诉他 他听来也很疑惑 当然疑惑 如果不疑惑呢 你就能答得出来了吗 为什么答不出来呢 当然就是你本身有疑惑 你本身也不相信你自己是否 所以随后啊 这妄想分别执着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越来越麻烦了 那么就不能不把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用这个时间 来做一个研究 什么是妄想 什么是分别 什么是支出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够吗 决定不够 不但两个小时不够 二十天也不够 二十年也不够 二百年也不够 为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 这三大类 无量无边 世尊在教学 用方便法 把无量无边的 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归纳 分类 那么提纲借领的 在今天里面 教导我们 让我们了解一个大概 那你要真正明了 你是要去做的 你要不肯 自己亲政 这个事情永远没有法子理解 尤其我们的妄想 习惯了 齐心动念 就叫妄想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